大家好,我是小甜心 现在呢,在香港洋乌倒菜市场的街头 西瓜便宜卖了,35元一个呢,围着一堆人呢 西瓜品种不一样,价格就不一样 有50多一个的,现在只要35元一个了 麒麟瓜平时差不多50元一个 现在35元一个挺划算的 在香港的菜市场街头啊,大家还是很习惯用现金的 在菜摊呢,都是用现金买的,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 乐铺可以刷巴打通的,还有各种支付方式都有 在香港的商场啊,餐厅啊等等 其他场所都是可以用各种支付方式的 不过大家都习惯了现金,大部分人都喜欢用现金 或者刷巴打通 乐铺生意不错啊,都在排队等候买肉呢 香港的乐铺都是一样的 肉都是分好的,排骨汤骨一排一排的挂在上面,一目两难 各种五花肉啊,普通肉啊,都是放在安排上的 大家喜欢什么就拿什么 方便快捷啊,汤骨28元一斤啊,五花肉现在差不多58元一斤 大家都是很自觉的戴口罩出街的 大家都是背着双肩包啊,环保袋啊,拖着拖车出街的 龙眼35元两斤,荔枝40元两斤,黄皮20元两斤 哈密瓜西瓜35元一个 一眼望去,大家忙忙碌碌的都是为了生活啊 充满了隆隆的生活的烟火气息啊 好了,谢谢大家的支持,喜欢的点个赞点个关注来播强烈推荐吧 下期见,拜拜 下期见,拜拜